那我們現在呢 這裡就不用看了 我們現在呢 擴充功能 剛剛對我講過的 如果你要擴充功能 不管是軟體端或雲端板 你就自己點下去之後 你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有沒有這樣就加進來了 所以它這一塊把它做的比較簡單 那沒關係,我們現在只要它這幾個就好了 反正待會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再自己加進來 OK,現在我們就馬上來玩一下它的點矩陣 這個是在簡報的34頁 簡報的34頁這裡 它目前總共有25顆 總共有25顆的這個LED的燈 那因為它是三色LED燈 所以它就可以做一些顏色上的變化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裡我先丟掉 您看我們左手邊 對,我們積木這邊還是跟老師說明一下 上面這一塊 上面這一塊就是block裡面原本的 好,那從以下 外充控制以下 就不會有自己的 那它有的呢 像在這邊它就有做一個 增縮的一個動作 這樣比較方便老師看到 那擴充功能呢 如果您剛剛那邊有多點的 其他的,在這邊打開就會看到 好,那我們先找到一個 這個bit裡面的開發板 現在呢,這個裡面只有一個 所以您把它拿出來 您如果要先用模擬器也沒關係 反正就直接切換而已 好,你看我把它丟出來了 那麼我們找到LED點擊證 WebDuno的這個blocking使用方式 就是左手邊就等同是一個目錄 所以你只要是那個原件 相關的控制的積木 通通都會丟在這個裡面 好,我要找按鈕 就通通按鈕都在這邊 好,那我現在找到這個LED點擊證 我們看一下上面 它有幾種方式 整個關閉,整個變成一個顏色 好,那也可以像以前的那個一樣 就是自己畫 那它也有內建的一些基本的圖案 甚至呢,您也可以透過所謂的 正列的方式 我用數學去算 用數學去算出來 好,這樣顯示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在上面顯示一個字 不過呢 這個字因為只有25顆 所以能夠就是 顯示的字真的相對少很多 所以可能很多都是要用 比較圖片或英文的 英文大致上還OK 26個字應該沒有問題 好,所以你看它也有爬馬燈 那有一個 我以前比較在意的是這個問題 就是它的亮度 因為其實說真的 一顆LED燈就不舒服了 來個25顆 它以前早期 我那時候一直跟它講說 看這個 看這個 也距離要找不到 因為LED燈近距離看很不舒服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一直把 有微調亮度 就出廠的亮度 但是我一直覺得還是太亮 所以它本身就有這個積木 你可以自己調亮度 但是如果是模擬器 基本上就是要比較亮一點 它才比較稍微看得到 但是實體的部分 你可以試看看把它變成10 變成5 都還算OK 這個老師可以先試一下 那我先丟一個進來 我一進來就先幫它設定一下 你亮度不要太亮 那第二個 我們再把燈 你看我把它 它有基本的形狀 來老師體驗一下 有沒有感覺 剛剛我們在那個 特別裡面看到的 基本的圖案 這邊是不是都有呢 而且有些是動畫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我就可以直接用 雖然我們必須承認 就是這個真的 比較小一點 那你可以先Play看看 右上角 好 你看 我在模擬器裡面 10其實就蠻淡的 有沒有發現幾乎看不到 但是呢 我們如果是經過 這裡 我把它改一下 變成USB 我們現在透過USB 一樣的 層次有改變 在這裡 這樣應該還看得到 對不對 因為老師自己實體上看的話 這樣子 是不是還OK 就不會太亮 大概10的話 還可以接受 這個是給老師 稍微參考一下 那跑馬燈 你也可以試看看 跑馬燈 跑馬燈 這裡 所以我們 早上會先把 它的一些 元件 先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但是老師 你這樣用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件事情 請問 如果是這樣子的程式 那它出來之後 會是什麼 是不是只剩跑馬燈 因為 執行了這個 勾勾 又馬上直接 跑馬燈 當然就跳過去了 所以 如果你有多個圖案 麻煩你要做一件事情 以前那個東西叫等待 對不對 在進階功能 現在不在那裡 再重複這邊 有沒有發現等待在這裡 所以這個 這個位置有改變 跟老師說 你之前用過那個 瓜克里的 那個版本 要稍微留意一下 等待的那個 積目位置 先在這裡 我中間等待的幾秒鐘之後 我們再做 跑馬燈 好 這樣子我們再執行 所以它就會先 等待幾秒 開始是有 跑馬燈出來 那如果你要循環 也是在重複那邊 這裡 這就可以 做 無限次的循環 放進來 丟進來 那跑馬燈呢 你要等多久 你就可以在這邊 自己去 怎麼樣 去把它設定 一般你要跑完 大概要5到10秒鐘 我給它5秒好了 所以您像這樣子 一樣的 那你記得就是 程式有改變 一定要先停止 再執行 好 它循環完了 5秒鐘 然後再循環一次 欸 有沒有出來了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先針對它 25顆 你可以稍微自己稍微試一下 好 那我在上面呢 我們有用的 這裡 我有做了幾種 因為它是LED燈 那個三色的 所以你還可以設不一樣的顏色 重點就是那個等待 因為那個等待的位置 積木有改變 這個一定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這樣OK 第一個 簡單的元件我們先認識一下 那也了解一下它的一個使用方式 那如果你要加上網頁互動區 可以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學會一下 你看這個在簡報的36頁 簡報的36頁 那 因為網頁互動區也是 我們用這個bit很重要的 你如果想要跟這邊一樣 來我把它抓下來 因為它有一個妖怪村 妖怪控制區 在這裡 好 你們看一下左手邊 這裡 這裡有個怪獸控制 跟怪獸有關的 通通都在這裡 通通都在這邊 它下面還有 這個裡面下面還有 下面還有 那 我建議大家就是 你有一個可以先做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做 層次控制的時候 就是這些卡通的東西 你可能會有 讓它顯示啊 位置有改變啊 所以你可以 有一個積木 有沒有要回復到原始狀態 這樣的話就可以確定 那些怪獸都會出現 然後都會在畫面的下方 那第二個有一個好處是說 它這個網頁互動區 以往我們如果是用那個 Blocky那個版本 就是在雲端的那個版本 那個網頁互動區其實是相對比較小 就是只有在右上角 就是現在模擬器的這一塊 有沒有 只有模擬器的這一塊 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舞台 它本身是可以放到最大的 你看這裡 它有一個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裡舞台可以變成全螢幕 這裡 舞台可以變成全螢幕 也就是說可以把這個 網頁互動區 變成全螢幕的大小 這樣的話呢 你就會看得更清楚 OK 所以我們可以試看看 我先把那個 剛剛上面這個 有一個回復原始狀態 我先把它復原一下 復原 然後呢 如果在這裡你看 這邊 它發出的這個勾勾 對不對 打勾我就來怪獸這裡 告訴它 這裡這裡 因為這邊主要就是做一點互動 這裡告訴它 現在是打勾 我站這個位置會不會擋到 老師 看我這邊 有一點點 所以 那個 馬步要蹲好 因為我突然發現 我這邊會稍微擋到各位 這樣 那你看我們這邊有沒有 它就有三隻 有三隻這個怪獸 另外一隻不是 不是那隻鳥 哈哈哈哈 比如說的鳥 關掉一下 OK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來 有沒有 就加上這個 那你也可以複製 它總共就這四隻 也可以一起說 好 來 換一下 OK OK 那我現在這樣子呢 我就再執行一次囉 好 這樣有沒有發現下面這裡 會顯示出來 下面這個 這邊 它就會同步顯示出來 那等於說用它來做一些互動 好 跟這個使用者的互動 這樣OK 所以 怪獸區 這裡 可以長得像這樣 那你也可以全部的一起去控制它 做一些簡單的互動 好 這樣老師對 LED的這個25顆大概了解了 所以這邊我就不會做太多 因為主要就是訊息的一個呈現